這個受訪我們很明確的就可以講出這五個字 鄭文燦造謠 請問鄭文燦造謠 陳建仁要不要來辦鄭文燦 請問鄭文燦要不要為這件事情道歉 鄭文燦說盧秀燕認定 這一整起事件是單一的實驗室污染事件 問題是盧秀燕根本沒有講過 盧秀燕只定調這個叫個案 並沒有定調這個叫做實驗室污染 而今天鄭文燦卻公然的造謠 陳建仁還說什麼 講的實驗是科學 什麼科學啊 你們講的都是政治 到底哪裡來的科學 連這個盧秀燕沒講的話 你也把他灌到盧秀燕頭上 這就是你們在搞政治鬥爭 沒有什麼所謂的科學 鄭文燦他出席活動的時候 面對到有關於台糖瘦肉精的爭議 他先是說他希望能夠邀請盧秀燕 一起來跟他吃酸菜白肉 白肉一起來挺台糖 結果下一句話真的是讓大家驚艷到不得了 鄭文燦是公然造謠了嗎 我們一起來看今天最新的這段訪問 我本來想說找盧秀燕市長 一起吃那個酸菜白肉鍋來支持台糖 還沒機會約到他 約他嗎 不過因為他也說是單一的實驗室污染事件 單一的實驗室污染事件 單一的實驗室污染事件 好鄭文燦他口中所謂的他按照這個文藝脈絡 一灌下來他的他就是在指盧秀燕 然後鄭文燦居然說盧秀燕也認定是單一實驗室污染 請問盧秀燕什麼時候講過這一句話了呢 我們先把畫面切到iPad 來看到這是過去的報導 這個報導的部分 看起來我們好像沒有連線到 我這邊看到的畫面不一樣 我再重開一次 我再重開一次 我現在重開一下 這個報導不一樣 我現在重開了 應該是從盧秀燕開始 不知道導播那邊有沒有看到 同樣的畫面了 好我們來看到 這個是過去盧秀燕的報導 盧秀燕他稱 瘦肉金是個案 不用亡必勝道歉 好這個只是標題 我們來看一下盧秀燕當時的內文是怎麼講的 盧秀燕指出 他非常認同這一次的事件是一個個案 至於為何會發生 中央還在調查 請問一下 大家看到了這一番話 你有看到盧秀燕定調這個叫做單一的實驗室污染嗎 他只說這是個案哦 他並沒有說這叫單一實驗室污染哦 然後 所以台中市府 在稍早也是回嗆 霸氣的回擊 好這個是台中市府的澄清 他說盧秀燕 盧秀燕 盧秀燕 並沒有過這樣的發言 所以盧秀燕就沒有講過是單一實驗室污染 為什麼鄭文燦要把他灌到盧秀燕的頭上 所以整體事件 這個受訪 我們很明確的就可以講出這五個字 鄭文燦造謠 請問鄭文燦造謠 陳建仁要不要來辦鄭文燦 請問鄭文燦要不要為這件事情道歉 鄭文燦說盧秀燕認定 這一整體事件是單一的實驗室污染事件 問題是盧秀燕根本沒有講過 盧秀燕只定調這個叫個案 並沒有定調這個叫做實驗室污染 而今天 鄭文燦卻公然的造謠 現在看下來鄭文燦這樣的做法 我覺得可以說是中央廚房一條龍式的抹黑造謠 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子做 因為今天鄭文燦講了這句話之後 再透過媒體下標 透過媒體來下標鄭文燦的說法 會讓外界有一個認知 哦原來盧秀燕也認定是實驗室污染 但問題是事實上盧秀燕並沒有定調這件事情 這是無中生有的一句話 為什麼鄭文燦要把這句話灌到盧秀燕的頭上 就是全心要來鬥爭盧秀燕嘛 全心要鬥垮台中市府嘛 全心要來毀壞這一些基層人員 他們檢驗的辛勞 檢驗的努力嘛 這不就是我們中央現在在做的嗎 陳建人還說什麼講的實安是科學 什麼科學啊 你們講的都是政治 到底哪裡來的科學 連這個盧秀燕沒講的話 你也把他灌到盧秀燕頭上 這就是你們在搞政治鬥爭 沒有什麼所謂的科學 接下來我們繼續來看 因為這一整起事件 整個中央從上到下都要導到 是什麼實驗室污染 所以先前呢實藥署來召開 實安會議的時候 專家會議的時候 傳出有台中市府的實安處的人員 在會議之中委屈到落淚 而這個委屈到落淚的原因 其中有一件事情 就是覺得被外界認為 這個叫做是實驗室污染 他們覺得特別的委屈 明明這一些實驗室的人員 他們把持他們的專業 驗到就跟外界公布 結果現在怎麼會被側翼大肆的出征 被國家機器大肆的來指控 那昨天的時候 我其實本來就一直很想要問吳秀梅了啦 昨天早上我本來就很想要問吳秀梅 但是我昨天守錯門了 讓吳秀梅從另外一個門溜進去 所以我昨天早上只有賭到薛瑞緣 那我真正要問的是吳秀梅 我想要問吳秀梅到底知不知情 實安會議之中有實安處的人員落淚 那他們落淚的時候 請問你吳秀梅會為此感到心疼嗎 以及另一方面我也想問他說 那他現在一再的去洗說 西伯特羅驗出是極為亮 問題是你們的規定叫不得檢出 現在還在跟大家說極為亮 這個是什麼樣子的風向 是想要掩飾太平嗎 粉飾太平這一整起事件嗎 好所以昨天早上我沒有賭到吳秀梅 沒關係下午的時候 重新回到立法院 我果然就見到吳秀梅 我就麥克風賭上去要來問他 結果吳秀梅給我的回答是什麼呢 我們一起來看昨天這段訪問的影片 好 阿樂你出來嗎 來 署長來了 署長我們可以問一下 就是有關於那個 關於那個實安辦公室 實安處的那個 有這個官員因此落淚 那你自己怎麼看 你會心疼他們嗎 那為什麼要 那為什麼要 許甫這是球員兼裁判嗎 署長我們可以問一下 就是有關於那個實安辦公室 實安處的那個 有這個官員因此落淚 那你自己怎麼看 你會心疼他們嗎 那為什麼要 許甫這是球員兼裁判嗎 署長為什麼臉要那麼臭呢 他好像有折 他有手有來攬 你有看到他那個折嗎 我再一個 他在這 他就閃過來要閃過去啊 這什麼這啊 為什麼把我後面的表情 都剪進去 我確實很好笑 當下我很生氣耶 我想說 你知道那當下 我本來是請那個攝影 就是把機器背起來 我們要去那個門口 去讀吳秀梅 結果我麥克風一拿起來 就發現 哎呦怎麼吳秀梅人就來了 所以我就直接衝過去 去問吳秀梅 然後說真的 那個幕僚很辛苦耶 從頭到尾一直在擋我的麥克風 然後我就發現我只有在追問的時候 我的整個身手特別的矯健 特別的靈活 我怎麼鑽都沒問題 就算我那麼大隻有沒有 東穿西穿的 好 但是昨天所看到吳秀梅的這個態度 大家真的是看傻臉 居然面對這樣的一個食安風暴 你身為一個食藥所你在主責食安 然後你可以用這樣子 嘖嘖的方式來面對記者 然後全程擺臭臉 我想問一下我那個問題 到底哪一點有惹到吳秀梅了 我只想問他你有沒有心疼食安處的人員啊 然後他一來臉就那麼臭 我又不是特別去挖坑給他跳的 然後我就不懂他到底臉臭是什麼意思 然後旁邊的幕僚一直在擋我的麥克風 為什麼要這麼護航他們的食藥署長 明明這一起專家會議就是吳秀梅開的啊 吳秀梅不需要為這一起專家會議負責嗎 不需要把內部的事情稍微的跟外界交代一下嗎 而且我也不是去問什麼細節的問題 我是問那個食安處人員落淚他會不會心疼 連這個都不能回答 連這個都擺臭臉還對我嘖了兩聲 這麼會嘖 這就是我們官員的傲慢 官員太無理 然後你就發現 這一些食安處的人員的落淚 所以看在這些大官的眼裡根本不是什麼 看在這些大官之中完完全全就叫做無官同樣 所以才會有今天這樣的一個情況 來問署長得不到答案 然後居然就這記者 然後也不給大家任何的回應 然後昨天看起來在尋答之中吳秀梅好像也都沒有上台 所以整個就是什麼好官我自為之 是啦 基層的眼淚對於這些高官無關痛癢 字幕志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